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怡婷 欢迎亲到最来关心 6月16日第五大小时 行政宜第100空气年 合定办理3年11亿已经 毁业漏水铁红杯山改善行动方案 目前红杯山的状况 已经有更改善了 为处行政宜进步委员 以及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吴泽成 特别前往漏水铁 严划来实力判斥 了解目前 本地红杯山的地理好够 漏水铁红杯山边的红顶区 等久以来都有红杯山的问题 中央对峙也非常重视 自100空气年来合定办理3年 11亿已经立即立结尾 目前在婚姻关来已经有很好的效果 今天会保行政宜也特别派人来评刊成功 这样的一个结果今天看出来 绿腹盖起来了 水腹盖的部分也能够重新 我相信这样的效果一定会更好 现在进一步 我们下一个阶段 不断是这个部分工作继续 而且经过水覆盖跟绿覆盖之后 变成是一个生态的一个还原 本来目前在立红杯山的方式 有包括建策子 噴水构定刷头 破水一月定 目前已经可以看到粗布的效果 不过一些较严重的地区 同样是又遵守红杯山的危害 民众希望中央可以得到来到3天 当然我感觉稍微有点改善 当然因为这个要滚和天 收拼时代比较差 要下多少颗 要下多少颗 我们都没法到一切 所以提示说 这个当然要等久 再来做 107到109 虽然是一个期程 但是后续的相关的一些进会 我相信只要公华队 然后大家愿意共同来守护 然后曾如吴正伟刚才所讲的 这个地方已经富裕更多的生命出来 那这些生命 我们必须要让它花光花乐 我们看到的话 不只是有水 还有包括有植皮 那么还有些树都长出来 最主要的话 鸟类都回来了 这些都回来找人 代表说是这边的生态 已经都富裕了 除了有用心台相关 同款来固定刷头 管政府这边 也将会期的分约会 作理用 方式在流水架的高坛地 一方面可以试耀 也还可以解决 永统业所三星会 结尾的问题 那也能够让马鞍藤 成长的空隙当中 也有文革壳的定刷 那既然成效不错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说 那其他的高坛地呢 是不是也能够去化 我们的这些文革壳 那整个的 我们环保局 跟我们第四河川局 商讨了以后呢 发现这样的情况是 不但可以帮我们的文革壳 做一个去化的动作 也可以来加汇地方 做定刷的计划 现在环保局的总空 已经自一百坑人年五十九天 降级九春二十九天 幸好慢慢在出现 未来希望透过 管户中庸 荒川局三峰的合作 可以早日来解决 环保局的问题 记者等会划采用报道